歡迎來到UNIQUE DRO,我是JULIA 今天要給初學者的風景畫,主題是天燈 畫面的整個構圖跟色彩的配置很簡單 歡迎大家跟著影片一起試試看 首先來畫天燈的部分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自己正在看漂浮在空中的天燈 離自己近一點的天燈比較大 離自己遠一點的比較小 所以在畫面中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隨機放置大小不一的天燈 形狀可以畫成有點像玉米粒的樣子 上面兩側有微微的梯形斜角 接著線條再往下拉,向內收延伸 部分天燈底部可以依照視角看到的畫面 畫出天燈底下的洞 上色的方式我們可以想像火光是一個黃色的圓形 燈光越往外發散,越遠越暗越橘 所以燈內的顏色就是一個從黃到橘的漸層 首先用橘色輕輕地描繪天燈周圍 離我們比較近的天燈看起來比較清楚 所以在上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橘色輕輕地把天燈紙的接縫處描繪出來 我們從天燈內部上方離火光比較遠的暗處開始上色 接著用黃色從底部中心處往上用畫圓弧形的方式 延伸擴大顏色範圍 如果你有橘黃色 可以用橘黃色來顯接黃色和橘色之間的位置 讓顏色的漸層變化看起來更柔和 天空的部分 這次就簡單地用深紫色到淺紫色的漸層 底部再顯接一段膚色 製造出紫色黃昏的天空背景 如果你有多瑟瑟鉛筆 你可以直接選用深紫色與淺紫色來搭配上色 如果你手邊的色鉛筆有限 深紫色的部分 你可以先上深藍色打底 畫面最上緣疊色最多顏色最深 又往下疊色層數減少 讓顏色慢慢變淺 深藍色上色的範圍大概在整個畫面上方的三分之一 之後在藍色區塊疊上紫色 就可以做出深紫色的漸層了 接著再利用紫色繼續往下延伸到底部 透過疊色層數的變化來做出顏色飽和度的遞減 越往底部顏色越淡 最後畫面底下約五分之一的位置 我們刷上膚色來呈現夕陽的光 為了讓天空的畫面看起來柔和 我們可以用衛生紙輕輕地擦拭畫面 把上色留下來的筆觸融合 比較細小的地方像是天燈周圍 為了避免顏料沾染到天燈的顏色 我們可以用棉花棒來處理 輕輕地在天燈周圍擦拭融合筆觸 在進行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 如果你先處理深色的區塊 當要進行淺色區塊畫面的處理時 要使用衛生紙或棉花棒乾淨的區域 避免深色沾染到淺色的區塊了 這樣簡單的小作品就完成囉 希望你喜歡今天輕鬆寫意的小風景畫 祝你有個愉快的繪畫時光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